那這個打開的時候呢 它也說會不太受控制 所以記得不要在大腿的旁邊使用 那先把它散開之後呢 再把它覆蓋到我們大腿上面 那它展開的速度量快大概三秒 就可以呈現一個帳篷的形狀 那再來就是固定方面 因為它帳篷本身是比較輕的 所以如果一些現場它是屬於風比較大的 記得要做一個固定 不然它很容易會吹翻 所以我們成功的地方 要做一個固定 然後呢 在這次這段時候 其實 arriv看到沒有很多 才能看到沒有高級預算 有什麼好處 你們說話 怎麼直接進去 怎麼綠炎 下來了 在這裡 下來了 下來了 再呢 下來了 現在